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尝诞 李宗盛 来 大家好 我叫迪耶哥 来自阿根廷 我叫迪耶哥 来自阿根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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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现在大家看到台上有四个圆筒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圆筒上面都是有一块黑色的布蒙着 我们根本不能看到棚里的内容 刘畅 你仔细看 刘畅 现在你来看看这块裤是不是能够蒙住你的眼睛 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也看不到 没错 接下来 底下来 第二个要把他的眼睛蒙上 刘畅 刘畅 请你来完成的是把四个圆柱形的柱子放在我们的这个刚才看到的每一个底托上 把它盖着把四个领柱形的啊 然后把四个圆柱都安好 此时此刻 大家可能还能够记得那柄锋利的箭在哪个圆筒下面 刘畅 接下来请像 刚刚迪阿狗的样子一样蹲下来 慢慢地旋转这四个圆柱 可以随意转 随意转 速度你可以快一点 也可以稍微慢一点 直到转的你根本已经记不得 到底那一柄锋利的剑 在哪一个圆柱形上 大家还记得在哪个吗 记得吗 不管你记不记得 保持安静 此时此刻迪阿狗根本看不见 现在所发生的 没错 正在旋转 好了 刘畅 如果你觉得差不多的话 请把迪阿狗带到我们的道具前面 你拉着他的手 把他带到两个圆柱形的面前 然后把他的手放在圆筒上面 让他能够感应一下 要正对着 手掌心要正对着 好 刘畅 请离他稍微远一点 很幸运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两个舞 来 刘畅 继续把迪亚哥 带到对你认为合适的位置 然后再把桶转到两个 把两个桶转到他的面前 手的位置同样 要让他感应 他会选对吗 好了 他已经做好选择了 他会选择 会选择哪一个 危险越来越近 还剩下最后两个 还剩下最后两个 那么那柄锋利的剑 肯定会在这两个 其中的一个里面 你们还记得在哪个里面吗 不记得了 如果他选择失误的话 那柄锋利的剑 就会刺进他的身体 这也是极限魔术 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来 大家再给迪亚哥 一些鼓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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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迪阿栋 谢谢